我們國防部裁軍 是不是銀色都空下來了 那銀色空下來你要幹嘛 我請問你 他就是軍事用地 今天變成說 國防部我手上握了這麼多的 閒置的銀色 他也沒有能力處理 他也不曉得該怎麼處理 結果他變成他要花一筆經費 去維持他的整個營區的保安 但是相對的是 這些營區 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資產 我們缺錢缺房子 但是每個不同單位 他手上擁有的財產 沒有辦法投入 我們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是另外一種文字館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以前我記得我在 100年剛到行政院的時候 那時候大埔剛剛開始起來 這個國課會做了一個報告 我們把大埔的農民都安撫好了 好 安撫好了 那次我就發言了 我就講了幾句話 可能我的長官同事聽到都很不爽 我說第一個我新來的 大埔的前因後果我不清楚 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台灣需要多少科學園區 每一個縣市都需要一個科學園區嗎 我問完以後三分鐘沒有人有辦法回答 我說這就是我的重點 我們三十個部長坐在這個屋子 沒有人可以說服自己 台灣需要多少科學園區 我們憑什麼去圈人家的土地 好 你現在回頭看 從南到北有多少所謂的工業區 這個土地全部徵收了 全部閒置 你沿著西濱走嘛 那個方方正正這個路燈也弄了 道路也弄了然後全部空在那裡 請問這是不是文治館 他原來是可以種田的 他現在全部閒置了 閒置以後 他不但沒有達到他應該有了利益 然後變成一個負擔